5 4 3 2 我们一起默祷 奉主耶稣圣明 我们今天来上第十一课 亲子乔 回归到神创造家庭的美意 那我们看看黑板上面有写 第一个 要明白神创造家庭的心意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8篇 诗篇128篇 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 从第一节到第六节 还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感染栽子 第四节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那么从这一段里面 我们知道神创造家庭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就是要生养敬虔的儿女 那更重要的是敬畏神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敬畏神 遵守诫命这个事情 有一点疏忽了 就认为只要顺从儿女的心意就好了 儿女想说我要怎样就怎样 反而会出了一些问题 那父母亲呢 也常常把教育的事情全部推到教会 或者是学校里面去了 反而自己本身的言行方面 疏忽了 古人讲到生教胜于言教 生教不好 儿女怎么会好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创造家庭 那我们知道家庭跟教会的关系在哪里 我们想一想 以无所书第五章 教会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 那么夫妻的关系就是基督 与教会心腹的关系 所以丈夫是头 那太太就像身体一样 那全家都像一个肢体一样 所以这里讲神创造家庭的心意 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家庭 那么家庭里面除了夫妻以外 就是儿女还有父母亲 那更重要的家庭里面一定要有神 跟我们同在 如果家里面没有神 好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有主 万事 主 第一个主就是要有主耶稣 要有真神 叫有主 万事 主 这个主就是满足 丰富的意思 如果一个家里面没有主 没有主的教训 没有主的道理在里面 你这个家庭一定出问题的 因为你们家里没有主宰 没有主心谷 没有神 那么这个家就完了 好像一棵树里面 一定要有水源 还有中间的树干 树枝 树叶 那才会开花结果 那这个树一定要在溪水旁 那溪水旁就是神的恩典 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家里 所以这个神创造家庭的心意 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这里讲到这个末世有危险的日子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把家庭当作 不是家庭了 因为大家自私自利了 所以家庭的关系不好了 那么这个违背了神的旨意 所以神你看看圣经创世纪里面 某鬼为了破坏神所设立 亚当夏娃这个家庭 所以叫夏娃去吃了不该吃的善恶果 反而生命树的果子就放弃了 因为他随从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去做了 违背道理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 因为没有按着真理来做 所以成为一个危险的世代 成为一个家庭崩坏的世代 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回到基督里面 才有平安 这个家庭才能够真正的建立 所以我们现在大好年轻 以后长大了 有事业了 要成家立业了 如果你对家庭的观念不正确 那你以后的一辈子 那是非常苦的 所以我们讲成家立业 成在有基督的道理的家 才能够立业 没有道理 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钱财 多少的地位 到最后也是完蛋了 因为没有主耶稣 这里明白神创造家庭的心意 诗篇128篇已经都告诉我们了 那么第二段我们来讲到 现在家庭关系崩洁的世代 为什么现在家庭的关系会崩洁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大家不愿意遵守神的道理 所以家庭就越来越不好了 那么家庭不好是因为 大家不再注重一体的观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圣经里面 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家庭 弄得乱七八糟 那我们来看看 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给我们来参考一下 我们看看以乎所书的第六章 以乎所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他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待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那么我们讲到 这个世代为什么大家不明白 神创造家庭的心意 跟把家庭的关系崩洁了 保罗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儿女 怎么样做父母亲 第一个 做儿女的 要在主的里面听从父母 理所当然 主的里面 就是在圣灵的里面 圣灵就是真理 那必须在真理 诫命的里面 来听从父母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父母亲今天做错了 我们儿女就要 以威婉 早时候为她祷告 然后提醒她 爸爸妈妈 这些事不能做 譬如说 违背 国家法规的事情 譬如说 违背真理的事情 譬如说 随便的借贷 或者是酗酒 等等违背道理的事情 那儿女的就必须提醒 曾经有一个儿子 有一次 他很不客气的 跟他的爸爸讲说 爸爸 不要再喝酒了 结果他爸爸 因为 有悔改 就不敢讲话 回去就好好的 祷告以后 就想 我的儿子 都叫我 不能喝酒 当然 我必须悔改 必须改变 所以 他就 祷告以后 靠着神的能力 以后 就不再喝酒了 现在 他是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 教会的负责人 因为他改变了 所以 儿女的提醒 父母亲 不要认为 儿女 讲的话 不要听 事实上 儿女 他很单纯 他就希望 父母亲更好 这个时候 父母亲要接纳的心 所以 儿女 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同样的 父母也 不要惹 儿女的气 要听 儿女的 建议 有的人 父母亲 自己错了 不愿意认错 非要跟儿女 争辩 那有什么用 父母 跟儿女 争辩 辩隐了 又如何 没有用的 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他这里 一直告诉我们说 儿女要在主里 听从父母 要孝敬 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孝敬 我们中国人 讲说 孝顺 父母 就以为 父母亲 对的 顺 不对的 也顺 不是这样 不对的 就一定要提醒 因为这是 当儿女的 本分 所以敬 是尊敬 父母亲 为我们的付出 但是 跟顺 这中间是不一样 合乎道理的 就顺 不合乎道理的 就必须提醒 所以讲 孝敬父母 这是我们 神的十条诫命里面 第一条 带应许 什么应许 就是在世长寿 表示说 今天 很多人认为 我的寿命 要多长一点 用运动 或者养生 健康 来长寿 但是他忘记了 最大的祝福 就是孝敬父母 神会祝福 我们的寿命 好像 古时候的 列祖 神的工人一样 他们得到 神的祝福 再世长寿 再世长寿 我们讲 这个长寿 还有两种意思 就是 永生 才是真正的长寿 如果没有永生 就算今生 得了 很长久的年日 好像索罗门网 讲的一样 活了一千年 再一千年 就两千年 生了一百个儿女 又如何 还是归空 所以这里讲的 孝敬父母 在世长寿 是今生 还有永生 那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为什么一直讲 父亲 会惹儿女的气 因为父亲的脾气 比较不好 常常用 比较凶暴的口气 向儿女 来说话 那儿女 常常就很不服气 所以当父亲的 要改变心态 不要惹儿女的气 那么他说 照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育他们 这里讲 主的教训 就是十条诫命 警戒 就是提醒 适当的提醒 也不能太啰嗦 养育要尽到 养育的责任 有的父亲 不尽养育的责任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妈妈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 父亲要尽 父亲的责任 母亲尽 母亲的责任 那么这样 这个家庭崩解的问题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到 启示录里面讲到 这里 从启示录就讲到 家庭的问题 出在哪里 因为启示录的第二章 也有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启示录的第二章 那么这里第二章 有讲到有一件 我们必须去 体会一下的事情 他说什么呢 他这里讲到说 第二章的二十节 他说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荣让那自称 先知的妇人 耶喜别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既偶像的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形 看啊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 那些与他形影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儿女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 废虎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启示录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 家庭的关系 崩解 崩解的原因在哪里 这里是讲到 假先知 像耶喜别这样的假先知 教导一些工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既偶像的物 行奸淫就是 破坏了夫妻的关系 破坏了家庭的关系 就好像现在社会上的一切 那些不合法的婚姻行为 全部不管他的表面 讲得都好听 什么叫做外遇 或者是等等的名称 那些都不对 因为那违背道理的事 那么这个 行奸淫跟吃既偶像的物 就是在信仰方面的混杂 反正信耶稣也好 信一般的神明也好 都可以 这样是不对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真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跟一般人所谓的神 是完全不同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 那么要悔改 这个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吃既偶像的任何的东西 跟他的行为 这样的话 在家里才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不好的灵 才不会来到我们的家里 所以如果都不悔改 那么神的报应 就是说他的 这里讲到杀死他的党类 就是他的儿女 这什么意思 就是跟谁也去做这样的事 如果父母亲吸毒 父母亲做淫乱的事 儿女也跟着去了 那这样的话 当然不好的事 就会临到这个家 这个家就会崩解掉 所以现在为什么 那么多的单亲家庭的儿女 都有问题 因为父母亲出了问题 儿女就出了问题 所以当父母亲出问题的时候 儿女不能跟着去做这个事 而且要像以西节书 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看到这个事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所以以西节书十八章 他有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来读一下 以西节书的十八章 他这里讲说 十一节 他若生了一个儿子 做强盗 是流人血的 不行以上所说的善 反行其中之恶 乃在山上吃过既偶像之物 并玷污灵舍的妻 窺负困苦和穷华人的 抢夺人的物 未曾将档头还给人 仰望偶像 并行可证的事 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这人岂能存活 他必不能存活 他行这一切可证的事 必要死亡 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 罪就是血 所以儿子做不好 神会处罚儿子 那父亲做不好 神会处罚父亲 来我们看十八章 以西节书十八章十四节说 他若生一个儿子 见父亲所患的一切罪 便惧怕 失量不照着去做 未曾在山上吃过 祭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灵舍的妻 未曾窥护人 未曾取人的档头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缩手不害贫穷人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他顺从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律 就不因父亲的罪孽 死亡定要存活 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 抢夺弟兄 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 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从这里我们看到 神对人的公平公义的地方 所以家庭关系崩解 就是父母的问题 还有儿女的问题 因为不以神为标准 就产生了这些崩解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 亲子沟通的桥梁 叫做爱 爱的关系 那什么是爱 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到 我要有爱 那个爱的定义 常常是用自己的爱 而不是真的爱 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 就知道什么才是爱 真正的爱 不是我们现在学校所学的 社会上所讲的那种 肉体的爱 表面的爱 形式的爱 这个爱是没有根基的 那么按照圣经来说 耶和一书第四章 第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爱 第七节说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多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第九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乐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也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十三节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护差子 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 好 这里讲到爱 那么爱 就是要神的灵 赐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求圣灵 得圣灵以后 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那有圣灵以后 我们才知道神的爱 当然也知道父母亲的爱 那么父母亲也会去体会到 儿女对我们的爱 我们想想一句话 父母亲的爱 不管怎么样 好像长流的水 源源不绝 但是看到儿女对父母的爱 常常有时候就是一杯水 都不容易了 因为儿女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常常都是父母亲 来养育儿女 父母亲用最好的东西给儿女 但是儿女 他因为他的经济能力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儿女也应该 倒杯水 或者是整理家务 为家里尽一份小小的责任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爱 对父母亲客气一点 我相信这也是爱的表现 所以这里讲到彼此相爱 就是你跟我 父母亲跟儿女 儿女跟父母亲 好像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洗脚旅 主耶稣为门徒洗脚 那门徒也为门徒洗脚 那同样的道理 夫妻要彼此洗脚 儿女跟父母亲也要彼此洗脚 所以彼此洗脚就是在生活上 互相的帮忙 还有必要的时候 在生活上的工作 各方面都互相帮忙 这就是彼此相爱 爱到底的问题 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做 那你说怎么样会有爱呢 所以父母亲对儿女的爱 儿女对父母亲的爱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是只有到一般所谓的母亲节 或者所谓个人的生日的时候 吃一顿就代表爱 这只是表象 如果平常都没有这种相爱 相沟通的心 那么这就是没有用 所以沟通是要以爱 就是以神圣灵道理的爱来做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沟通 那么爱的沟通里面是怎样呢 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他说 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也相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十七节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行华 惧怕的人在爱里为的完全 所以这里讲爱 也是没有惧怕 那我们今天 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你就不会怕神 因为神就是你的父母亲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 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 是有真正的爱 是没有惧怕的 那父母亲有时候会变成 给儿女的惧怕 是因为父母亲的管教方法 出了问题 所以儿女就不惧怕了 比如说打骂的教育 是要节制的 适当的 但是不能过分 但常常过分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父母亲要先悔改 那儿女看到父母亲悔改了 那 不再做这种事 那我们儿女也要适当的 回馈 做得更乖巧 更合乎道理的儿女 那么这样 双方面的关系才会好 儿女跟父母亲 没有惧怕的爱 这才是 基督里面 家庭的爱 所以如果彼此还存了 很大的隔阂 代沟 因为没有爱 有爱的时候 这些都不必计较了 比如说儿女 有时候会想到 父母亲 好像对哪一个比较好 对哪一个比较不好 事实上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当然 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差别 如果想过来的话 你如果说不要再在乎 兄弟 姐妹之间 谁 父母亲比较爱 谁比较不爱 不要有比较的心 那么这样 这个爱里面 就没问题了 所以兄弟相爱 姐妹相爱 父母亲儿女相爱 这个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如果有惧怕 每一个人都应该还行 而不是把责任说 就是他 他 他 这样讲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圣经又告诉我们说 我们爱 十九节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 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只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所以爱神的 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所以看得到的弟兄姐妹 看得到的父母亲 看得到我们的亲戚 这都是我们要去爱的 所以至亲的家里的人 要彼此相爱 你这里都做不到了 你在教会里面也好 在社会上 不管你做多少 付出所谓的善行 所谓的爱心 自己家里的人都没有做好 这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 要先还行 悔改 把这个爱心拿出来 靠神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必须还行 所以沟通的桥梁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现在很多社会上所谓的技巧 爱心的技巧 一句话使大家能够变好 但是这个话如果只是表面上的话 这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沟通的桥梁很简单 只要你把爱心真正的拿出来 不要顾了面子问题 不要顾了我是老爸 我是老妈 或者是我是你的儿子 我是什么的身份 大家把身份都先放到一边 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那么这个爱的桥梁就建立 因为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桥梁 所以任何一个人 你要从这边到那边 一定要借着主耶稣 祂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主耶稣这个道路 建立起人跟人 人跟神 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这个桥梁就是耶稣 再过来讲到体会好好的沟通 那么体会好好的沟通 这里面有分几个 第一个 共同读经 我们常常自己读经 自己想 那共同读经 我们当儿女的父母亲 一辈子我觉得最重要的读经 应该是读真言 因为真言是生活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所罗门王为什么写了真言 因为他的宗教教育也没有做好 老的时候做一个检讨 所以整理了真言传给后代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忏悔 一个没达到的目标 希望他的儿孙 以色列人能够借着真言 好像一根针扎到我们的痛点 然后使我们的病痛消失一样 所以真言就是有功效的言语 那么这个有功效的言语 它是非常扎心的 好像真言的三十篇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语继续多是炼镜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话 这里讲的神的言语是炼镜的 那么炼镜的 你就不能去做坏事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读经 那怎么样读真言呢 一天一章 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几号 那我们最起码从今天要读这一章 比如说今天是几号 今天几号 今天是二十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二号 今天是二十二号 那真言你看看 真言的二十二篇 它告诉我们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要做好宗教教育 有什么样的赏识 那么二十二篇的第四节说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得互有尊荣 生命为赏识 所以宗教教育 家庭的教育 是大家敬畏神 大家存谦卑 那神赐给我们属灵的 属世的互有尊荣 跟生命 互有就是生活上的无忧无虑 职业上的得到保障 尊荣 因为我们有身份 有地位 属天属地都有 还重要的是有生命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 生命非常的短暂 那你的互有 你的尊荣 马上消失了 所以互有尊荣生命 这是不可分的 有了生命 才有尊荣 才有互贵 那么互贵是天上的 地上的是人 做一个有神道理 尊贵的人 那么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牢 他也不偏离 教养 教就是教育 养就是养育 所以父母亲要付教育的责任 教跟养 两个都不可以少 那当走的道 那当走的道就是生命的道 敬畏神的道 那么这样 你看看 他神的祝福 就会临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 这个真言 那二十二篇 二十二章里面的十五节 又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要教养 拿到使他走当行的道呢 十五节说 愚猛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 可以圆圆地赶除 愚猛就是因为他知识没有打开 就像一个小朋友 他出生以后 在幼稚园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是好 是坏 那我们要教导他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恶 是什么不可以摸 什么不可以碰 好像不可以玩火 因为火会烧毁一切 不能玩水 也是一样 那这位说要节制 所以愚猛就是因为他没有开窍 那怎么样 管跟教